當然我們這個課程目標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夠提高工作效率 那自然不用加班 工作也比較比較愜意一些 另外的話呢提高效率增加你的 籌碼 那目標就是說呢 第一個一定要先熟悉內建的250幾個函數 OK那我們大概先從文字語這樣函數開始講起 這是第一個 然後講完之後呢我會再進階到VBA 不過VBA 之前我會先講一個叫做錄製劇 為什麼因為錄製劇其實不用你自己從頭寫 它已經幫你寫出來了 那只是說它為什麼可以幫你把程式寫出來 它是什麼原理 那你至少要了解一下 你不能隨便錄製然後 你做的動作它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是把你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自動轉換成對應的程式 那你想說對應的程式 那它怎麼去運作的 其實背後有一個概念叫物件導向 也就是它把所有的 Excel裡面看得到的功能 通通變成一個物件 像儲存格就儲存格物件 範圍就範圍物件 染物件列物件 工作 一堆物件 物件裡面的話 有一些方法是做什麼 裡面有一些屬性是設定什麼樣的資料給它 或者裡面放什麼資料 你可以把它取回來 大致上是這樣的 OK 那至於怎麼運作 後面我想 你只要有概念 慢慢你就越來越清楚了 如果你假設你這一整套東西 觀念都是正確的 其實以後用起來 大體上 就會是 就是 很整體 有系統的可以把一個問題快速解決 OK 那這樣感覺其實就還蠻好的 你會感覺你的工作其實還蠻專業的 有沒有 甚至有些東西 一個按鈕按下去 整天的報表自動就顯示 圖表也幫你畫出來了 OK 這樣感覺其實就是效率高上很多了 而且重複性的事情就不用重做了 上禮拜有特別講 今天的話我們實際上 帶一些案例讓大家了解 所以今天 第一個 一樣把那個上個星期的那個範例檔 OK範例檔在雲竄檔 自己各位把它下載 那下載之後是一個壓縮檔 那解壓縮應該不用講了 按右鍵反正這邊就有解壓縮 你們電腦如果 沒裝預設好像就有那個解壓縮 或者你直接 最簡單的方法好像不然就是打開它 拖拉到外面就好了 也可以啦 這樣也是解壓縮 反正解壓縮這個不講 然後打開它 找到範例檔那裡面的第一個單元 所以 往後的話我會講 我們今天上第一個單元 裡面的第一個範例 所以很好找一之一就對了 好打開 那上個星期的話 我們主要是講 其實文字與字號函數裡面有 非常多的函數 你需要知道的 可能我們這個課程沒有辦法 逐一一個一個講 但是我上個禮拜有大概跟各位提到的 插入函數這邊 就會出現有一個類別叫文字的 那裡面當然有一些 可能你暫時用不到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點一下看一下下方的說明 然後大概了解一下這個函數呢 應該是可以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那 將來我們遇到你就可以馬上拿來用 至少你有概念 不然的話有些東西說 老師 有些 功能我不知道 用哪個函數 那為什麼你不知道 因為你沒有 花一點時間 去瞄 有沒有 你就向下鍵慢慢看 那有一些如果不太清楚 像他這邊提到 內碼的部分 那你可以 在Google查一下 有些關鍵字 不知道 再查一下 內碼部分 然後 像concade是串接的 其實這也可以用 那有時候 你如果 不用concade 你用and的符號也是 其實這個concade就是 把哪幾個字串一起 那跟用and的符號 結果會是 一模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不用這個 你用and的符號 也沒關係 那你說老師 我喜歡用concade 也可以啦 可是好像 and的符號就一個 那concade你要 打很多個字 所以看起來好像 沒有什麼 占到便宜 所以有的時候 我會考慮說用哪一個方式在 寫那個公式 有的時候可能還是比較符合自己的習慣 所以最好那個公式 你自己看的順眼是最好的 你千萬不要硬是被別人的邏輯 OK 你如果 記別人的邏輯 你很快就忘記 而且很不好記 但是如果你經過你的整理 然後你用自己的方式 理出一個公式 那個你絕對不會忘記 所以為什麼 我這上面的公式 我都記得 因為那是我想出來 我想出來 我怎麼不會 不會記得 OK 所以以前 曾經好像會 會參考別人的解法 但後來發現 我上課就會非常卡 講得非常的不順 為什麼 因為那是別人的解法 那我一直記 別人該怎麼解 但我發現 真的很不好講 因為我說真的 我一直在想別人怎麼想 那你就真的不好 所以最好 後來我幾乎每一道題 全部都用自己的方法解之後 我發現 好順 上期課來 每個地方都非常流暢 OK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第一件事 請各位開啟這個範例 然後 上個禮拜有講過 第一個就是 請各位 解的就是 這個題 然後 他其實基本上就串接了 工作裡面常常遇到的狀況 就是這樣 反正就是資料的合併 跟資料的分割 這個是最常見的 因為如果你要做任何的 動作 比如說你有分析表 你一定要先有某個欄位 如果沒有那個欄位 你要把它變出來 那怎麼變出來 比如說我今天需要有一個欄位 是手機 但是手機 他這個欄位 必須從後面三個欄位 串接而來的 而且這個規則還蠻明確的 就是第一個 他這邊的話一定是09 09後面是11 然後一個減號 後面一定要3 不足3嗎 補一個0 OK 這邊補兩個0 那怎麼知道補幾個0 其實關鍵就是 這裡面有幾個字 所以 裡面有幾個字用LEN LEN就算裡面有幾個字 那如果算兩個字要補幾個0 還要用3 所以3減 所以3減叫LEN 這裡面幾個字 不過感覺好像 沒有很聰明 所以我跟各位講 答案絕對不是只有一個 其實可以有很多方法 但我們先看這個方法 來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來看 所以串接的方式 我們直接來看這一題 第一個的話是09 所以 你要怎麼樣前面加09 那因為要輸入文字 所以等於先 給他一個等號 等於雙引號 然後09 後雙引號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輸入09 然後串接後面的 電信業者 所以AND AND AND F4 然後他11 然後當然你有時候 公司太冗長 你有時候不要一次 做完再打勾 我是建議你如果不確定 是否正確 你可以先打勾一下 喘個氣一下 有沒有這邊出現0911的 那後面你說 老師我要接著做怎麼辦 沒關係 優標再點上去 然後再AND AND什麼呢 AND一個減號 OK 然後 再打勾 有了 0911減 那後面的話要84 可是問題那個84要補0 那補幾個0 我剛剛講過 最難的地方就在這裡 重複幾個0 你用REPT 所以後面加一個AND 那如果你要插入公式 其實你可以自己打 我們習慣自己打REPT 但如果你不習慣的話 你可以直接AND之後 再點選前面的插入函數 他一樣會幫你把 REPT放在AND後面 然後呢 我們找REPT 這樣好像比較直覺一點點 把REPT放這裡 然後他會問你說那你要重複什麼字啊 REPT就REPAT 重複0 所以你這邊輸入個0 因為0是個文字 所以記得前後一定要加雙以後 然後重複幾次啊 你不能說我輸入一次 因為我看到這邊是 少一個0 但問題是 後面要兩個0 那你不是每次都要改嗎 那永遠改不完 所以必須 要 找出一個規則 讓他可以自動判 所以那個自動判斷就是用3 去減 裡面一定要三個字 那我必須減掉什麼 減掉LEN LEN是算 算什麼呢 算字數啦 所以 算這個裡面的字數 那就把 這裡面的字 丟過來給他 OK G4 然後後刮 我希望 點一下他就把 當然你可以自己打 他算完之後的話 因為這個G4裡面 有 兩個字 有沒有 所以3減掉2 那就一個字 那如果 如果假設換成7的話 因為他一個字嘛 所以3減掉1 那就兩個字 那就符合喔 OK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這邊出現的0 那可是84怎麼辦呢 沒關係後面再補一下 所以在點 上面資料變貼 在end的什麼呢 end的趨勢不就好了 這樣就OK 再打勾啦 所以我建議啦 你不要一次打太多字 如果你沒把握的話 我建議你打一部分 打勾一看看 有沒有OK 你不要說全部教友的同學 就有點像盲打 一直打... 打完就打勾 錯了 然後他就卡住了 OK 他也不知道說哪邊錯 OK 有時候幫他看 真的蠻吃力的 因為說真的 你自己要從頭看 錯在哪裡 真的是不太容易 所以我建議 以後你在輸入公式的時候 除非你是非常有把握的狀態 不然真的不要一直打太多 OK 你先看一下 OK 這對不對 打勾看看 對 084 沒問題 那接下來 當然還要思考 後面好像007 他的規則其實跟什麼 跟這個084 其實還蠻像的 所以其實你後面假如 有類似的東西的話 你就不要笨笨的重打 所以怎麼做比較簡單 因為 這個後面的公式 一樣是 減 然後有沒有一個減號 然後一樣是084 差別 你會發現 然後其實我們如果後面要 把這個拿到後面來的話 那實際上呢 是可以 把這個後面 F4後面的公式 直接 複製到這邊來 然後呢 把本來的 G4 改H4不就好了 有沒有 只是位置換了 所以呢 我們其實可以這樣 後面的公式 不用重打 我從 記得 後面一定要補個END 所以我可以從F4 後面的這一串 公式 選起來之後 然後 複製 OK 複製完 然後把它貼到後面 你如果貼上之後 當然你貼上之後 你打勾它一樣是084 可是要改成007 很簡單 後面那個 有兩個G4 你就把它改H4 就好了 所以 這樣改可以 改H4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你選 G4 再點H4 他也會幫你蓋過去 有沒有 這兩個 有沒有 有沒有 應該看得出來哪邊要貼過來 記得我剛剛是從F4的END END一定要 因為尾巴沒有END OK 然後一直call call到剛剛這個地方 有沒有 然後把它 複製這一段貼到後面來 然後再修改H4 這樣子 就完成 所以有些公式 很長 像我自己都一樣 就是 有些重複的東西 我不要重key 因為重key浪費時間 你可以用貼的 OK 所以一個公式絕對不是一次就完成 你可以分 幾次完成 尤其後面我們還有 非常 冗長的公式 你一看 天啊 這怎麼打出來的 絕對不是一次做完 就是你可以分 第1階段 第2階段 第3階段 通常是會用 剪下來再貼回去 剪下來再貼回去 如果你會有這種概念 以後再複雜的事情 基本上也會變簡單的 但是你慢慢要抓到那個要領 所以我一直強調 那個要領應該就是那個 現在流行用語叫feel 那個feel有的話 你會發現 就很順 但是你沒有那個feel的人 奇怪 我發現就是很容易 這邊卡一點 那邊卡 然後卡來卡去 好像 就是一直會覺得好像到處都會容易出問題 OK 所以這個就是你要抓到那個要領 那個要領 所以有的時候 感覺好像有那個節奏 感覺 所以你要抓那個節奏感 有沒有發現 其實 我覺得我很多做 都會有那個 固定的步驟 OK 然後固定的那個 那個 有一點好像感覺有那個節拍的感覺 我不知道 很像有音樂的感覺 如果你可以抓到 其實做這個東西 還蠻順的 那做完之後馬上打勾 應該就可以完成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打勾 OK 看一下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子 就完成了 OK 所以 應該 沒問題吧 這工資蠻長的 但是不是一次做完 所以假如你是會卡的人 請你 放慢 速度做 你不要說像我一樣 這個一次就全部做完 你反正做一個段落 打個勾看看 OK 如果你打勾卡住了 你改那個地方 你千萬不要從頭到尾打完之後再打勾 那要救也很難救 因為根本不知道你是哪個步驟做錯了 這個可能要看每個人程度 有的人程度OK 沒關係 你可以一次完成 但是如果程度不夠好 那你可能就分階段吧 OK 這個每個人量力而為 那這個是絕對 絕對必要的 你一定要 能夠有這個能力 不然的話以後 使用一次有第1階段就不行了 因為你資料就出不來 你後面要統計分析什麼 統計分析前提是必須要有那個資料 沒那個資料你統計分析什麼 那有些資料是從別的欄位取得的 有的 有的時候是從 某些欄位裡面的某部分資料 把它抓到另外一個 出存格 OK 這個是 把三個欄位變一個欄位 合併 的結果 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這一題的重點 大概會有三個 一個是串接 記得串接的話 其實主要是針對文字 所以你會發現 AND前後一定 文字裡面一定都會有雙引號 這個是最重要的部分 OK 所以AND是跟文字有關 如果是數字的話 他會先轉換成文字再來串 OK 所以反正你只要AND一定就是文字 OK 然後 再來就是REPT 重複什麼字 LEN是算 它的 字數長度 OK 如果說假如 你想說 老師那還有什麼其他的 函數 或者方法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當然可以啦 所以待會 請各位 把這題做完之後 我們下一個就是把綜合練習 這個結果 底下這個工作表 我們再做另外一個函數 因為其實 你用REPT加LEN 感覺有點囉嗦 所以 另外有個函數更簡單 叫 TEST TEXT 這個函數的話 他的 其實你們找一下 應該在那個 操貨函數裡面 應該有那個 TEST 就是文字 有沒有 然後這個 在這邊的話 他其實 雖然名稱是TEST 但是我是覺得 他的名稱 主要應該是格式化 所以理論上這個 名稱 我覺得應該改成Format 可能比較恰當 因為他實際上是 更改格式的 跟格式比較關係 所以 沒關係啦 反正這個 可以再稍微 知道一下 那這個函數 非常 非常的重要 OK 但是我知道 以前上課的經驗 好像很多人 連用都沒用過 對不對 你用過 直接用 哪一個 就是常用的邊風 那邊那個裡面有 通通格式的例率更改 可能比較多0 你說這個按右鍵去改那個格式嗎 對啊 但問題是 你改完之後 比如說制定這邊可以改三個0 三個0就是三個數字的意思 對 但問題你改完之後 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格式 格式來改 格式是假的 是表面上看到的 他實際上呢 他並沒有修改 所以你改完之後 你說老師我合併 還是一樣錯啊 還是84 他並不會自動加0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上面有個0 假的 假 真的 格式 格式的意思 就是假的啦 就是有點像 他在上面讓你看到 以為是長那個樣子 所以格式 跟實際上裡面的資料 不一定完全一樣 OK所以有的時候你說老師為什麼我有的時候要抓這個資料 為什麼他看到是這樣子 但是我怎麼樣抓 我就抓到不對的資料 真的 那跟各位講如果你有遇到這個問題的話 最簡單的解法 就是用test函數 就可以完全 解決 看到的跟實際上得到的結果 不一樣的這個問題 OK 所以為什麼 我說如果你不會test函數 在工作上真的很容易就卡住了 所以之前有蠻多同學常常會 問問題 然後都是問類似的問題 老師為什麼 我要這個資料 可是我卻抓不到 明明上面就是有那個資料 我怎麼抓我就抓不到 我抓到的卻是不一樣的資料 OK他就覺得很 惱火他覺得說 不能接受 對齁 所以我說他是假的 假的是只是表 應該是不能說假的 應該是表面上 所以才叫格式 OK 那可是問題 如果你格式 要把它變成真的 你看到的 要把它變成真的 那就有個方法 關鍵就是剛剛講的那個函數要test 那至於怎麼做 待會兒 我們會再說一下 因為這個函數實在太重要 可是我發現 居然沒什麼人用過 有沒有 有用過的請舉一下手 好不好 有 那表示 你們應該 比較進階在用 不然的話這個 OK 所以這個函數很重要 但是我發現很多人不太會用 待會我們換一個方式 如果這一題不用 REPD加 LEN的話 換一個方法 怎麼做 OK 待會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這個公式 試著做做看 那如果你想要找這個的答案 如果你實在記不太起來 其實我剛剛講的 在雲端白板 就是剛剛的雲端上面 我以後會跟你們講說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有沒有 雲端白板的01 就是第1個單元 裡面的第1個文件 你打開之後的話 我這樣還跟你講說在第幾頁 所以以後 你們可能看一下那個 頁數在哪邊看 在你的右邊的卷軸 他這個 這個講義總共有幾頁 總共21頁 那其中的話那個公式 會是在這個雲端上面的第3頁的地方 所以 這個 就剛剛 我剛剛寫的公式 就是在 雲端上面的第3頁 所以未來 我也會跟你們講 就是說我剛剛做的動作 你們也可以參考雲端上面的 哪一個地方的第幾頁 你們以後反正就回去 或者自己回去找找看 那你說老師那我一直 公式一直出錯怎麼辦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你剛才拿我的公式 跟你的公式 兩個比對 你就知道錯在哪裡 就比較快 OK 那千萬不要自己在那邊亂試 那如果你假設找到錯誤的話 一定要 把它修正過來 因為你這個錯誤以後還是會不斷發生 那這樣如果你假設 能夠慢慢修正 這樣以後你做事情 應該會更快 OK 還有啦 底下我有 帶到一個叫 我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你要串接 你可以用and 但你也可以用concade 不過我發現concade 反而比較長 所以後來 我很 我很少用到concade 我用and 就好了 只是因為剛好 它有這個函數 你可以順便練習 看看 所以有的函數 雖然 裡面有 但是不好用的話 那你把他當成沒有也沒關係 所以以色列裡面有提供很多的函數 但是真的不太好用 你甚至可以忽略也沒關係 OK 所以盡可能反正 有一些地方你把它練習看看 那待會我們就是要把它換一下 換成用test函數解決這個問題 那該怎麼解 試試看 我們先把剛剛那個練習做一下